重大消息 第七波信用管制 央行强力打房 政策清场 无房逐优先受贿 全面分析政策影响 我是Ray 新走在区块链和不动产之间的图管人 本频道请分享个人感想 不代表任何投资建议 投资一定有风险 不动产购买钱应请盛评估 这次信用管制的重点 名下有房 第一户贷款没有宽限期 第二户贷款陈述将至五成 无宽限期 第三户贷款陈述也只有三成 没有宽限期 高价住宅豪宅 台北市超过7000万 新北市超过6000万 其他地区超过4000万 贷款陈述也降至三成 没有宽限期 以往只有六都家新竹列入管制 这次是全国范围 这次政策的目标是实现居住正义 人人有房主 针对房市过热的现象 重点不再是鼓励首购主 而是提供无房主更多机会 首先是以往不同的地方 名下有房第一户贷款没有宽限期 银行会要求你提供财产总归户清单 确认名下有无建物 这次政策影响的群体 有房主已经贷好贷满的屋主 贷款陈述调整跟你没有关系 多房主影响到你的主要是持有成本 例如开始整收的囤房税 这些到时候再说 预售屋第二户六成降到五成 财务好点 信贷一成还可以勉强扛过去 非六都家新竹的其他地区 第二户贷款从八成变五成 直接扫三成 需要准备更多自备款 可能会比较棘手 2023年7月前买的预售屋可以转卖 这时候资金不足的投资客可能急着抛售 自住买家有机会进场减便宜 2023年7月后的预售屋无法转卖 贷款困难的买家只能违约把房子丢回去给建商 换屋就变得更困难了 夫妻可以登记在不同人名下 避开第二户五成贷款 还比较容易两房换三房 单身就比较困难了 如果要售后回租 先买后售 实际上操作会有点难度 最后我认为打房从来不是打垮房式 而是打击过度杠杆和信用扩张的炒房行为 不会打到真有钱人 有钱人这个时候反而能捡到不错的物件 小投资客和中小建商面临的压力会更大 最后剩下大建商打架 你觉得这次打房会如何影响房市 欢迎留言分享你的看法 记得按赞订阅 让我们在区块链和不动产投资上 少收点弯路